好,各位,我们接着来看这个词叫做reveal 那么reveal呢,它来自于叫veal 那么veal这个部分的a,如果进行原音替换 那么叫做veal,veal我们在前面是讲过很多次的 那么它做名词呢,其实叫做幕布 有点像这个curtain,我们说窗帘 如果比窗帘更大一点,比如说舞台上的那个幕布就可以叫veal 当然它们俩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用来遮住光的 所以veal这个词做动词来用的时候就叫遮住 有点像我们前面学的这个cloak 它记得cloak这个斗篷吧,把它遮住 所以它做动词叫隐藏覆盖,veal也是一样 所以这两年关于veal考试经常考的一个词叫揭开 unveal就有点接近于display 叫做表明,显示,对不对,unveal打开 那么reveal同样的道理,也叫做揭露揭开 把它打开的意思,就来自于这个意思 显示,显露揭开,reveal 好,那么我们来看,很多人不理解说伟哥这个reveal 你unveal还能理解,unveal它叫做把它给打开嘛 那reveal其实这个re在这里取的意思是back 往后退,那同样的谁说拉窗帘一定要往上这样拉的 因为这是幕布,窗帘可以上下,而幕布更多是左右前后拉 所以re叫往后,通常舞台上的幕布我要拉,我还真是这样拉 对不对,往后转,所以reveal也叫揭开,一点都不矛盾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理解这些前缀的方向和情感,甚至比词根还重要 好,揭开reveal,我们来看看一一年考研 翻译的一个句子叫 Allen's contribution was to take an assumption we all share Allen 的贡献是 take an assumption Assumption 叫假说 来自于动词 猜测,叫assume assume 叫猜测 那么assumption 叫假说,假设 那么take an assumption 叫做有一个假说 所以叫Allen 的贡献是提出了一种假说 we all share we all share 叫做我们共同分享 也就是我们大家都认可的 他贡献了一个我们大家都在讨论的 我们大家都认同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大家都认可的 我们大家一起关注的 假说,就这么去理解它 好,如果是我 看了插入语 我一般就先不读了 我讲过插入语可以最后再翻 你可以先看后面 他呢,提出了一种假说 并且呢 and reveal its in the erroneous nature 这个 erroneous 它来自于 错误叫error 它经常在电脑端打开 如果弹出一个错误框 就会出现一个词叫error 错误,没错吧 所以这里的 erroneous erroneous 中音位置在这里 叫erroneous 它叫做错误的 于是reveal its erroneous nature 叫揭开了它错误的本质 就来自于error 这个词 虽然这种词大家没必要去认识它 但是你看到它之后呢 你要反映出来error 有个形容词叫erroneous 好,也就是它的贡献是提出了一种假说 提出了我们大家都一起关注的这个假说 并且揭示了它的错误的本质 对这个假说的错误提出了 那么这个假说是什么呢 that because we are not rubbish we therefore control our thoughts 你看这个插入语 无非就是对前面这个假说的展开 你读完这个 你再看这个假说 你反而读这个中间这一段的时候 目标更明确 哦,它说的是它揭开了它的错误本质 就证明这个假说在它眼中是错误的 这个假说叫什么 that because we are not robots 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 we therefore control our thoughts 我们因此就能控制我们的想法 哦,也就是人类 由于它不是机器人 所以人类能控制自己的想法 那么作者,这个,这个Alan 他认为这是错误的 就这个意思 大家就理解它的特点了 那么这里有个词叫robert robert叫机器人 那么这个关于机器人呢 在考试当中出现的其实有很多了 robert是其中一种 那么还可以叫做automatic 那automatic,这个auto呢 它做词根就叫自己自我 还有自动的意思 所以automatic可以叫自动化的 那么隐身成机器人 只不过这种机器人更多是指那种 自动化的大型设备 跟这个robert 稍微的区别就在于robert更多指人型机器人 那比如说这个automatic 我们在汽车工厂看到的那种大型的汽车装备的自动手臂 噴光那种东西 它就可以叫做automatic 它是一个大型的机器设备 当然了,小一点的 小型的智能装备 机器装备叫gizmo 比如说我们看transformers 变形金刚里面那个电动舱蚊子 电动苍蝇 那种小东西都可以叫gizmo 小型的智能设备 当然了,在这些背后 现在最厉害的 那叫做AI 对吧 考到机器这两年 最大的热门不就是人工智能吗 我今天心情特别好 我们不是每天 韦哥在微博上会发布日历吗 我们的日历今天的头条 是一个我们刚刚考完 考上研究生的这个一个同学 考上了北大的计算机专业 那么他读的专业叫做人工智能翻译 这个很棒 像这种报考的时候 你可以适当的了解一下 国家接下来几个五年发展战略的重点布局 像中国现在的重点布局 几句话 人工智能高端制造 云计算 生物医疗 所以像这样一些行业的话 那么你如果能踩准点 可能你抓住的就是一整个行业的出现的机会 而不是这一两份好的工作 也就是说 有时候找工作也有点像 有些人是在红海里面逃 而有些人是直接进入一片蓝海 所以像这种专业大家可以去关注 我不是说所有人都考这个专业 我指的是大到整个行业 小到你的那个专业当中 你都要去观察 国家现在重点的发展方向在哪 你要应运而生 知道吧 要借力打力 就好像在这个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时候 你看出现两个 从中国出现两批房地产商 一派是直接跑去哈萨克斯坦去投资去了 我先不谈他在哈萨克斯坦 投资的房产对不对 首先这种人在中国 就踩准了一个点 四个字叫政治政权 对不对 我们党的手已经指向了那边 你不去 你不打我的脸吗 那我怎么会让你有好日子过呢 比如反面案例王健林 他啪啪啪跑去美国买酒店 买电影院AMC 这些都是劣质资产 在当年日本东京房市暴跌的时候 暴跌前东京的房产已经可以买下美国了 那个时候日本人也是拼命的 用他们的这种购买力去美国啪啪啪的买 买酒店买电影院一模一样 你不是找死吗 所以国家立马就给他限期 你变卖资产还银行的钱 因为他拿的是纳税人 拿的是银行的国内的贷款去国外买 那不是消耗我们的外汇储备吗 所以你以为王健林啪啪啪突然一夜之间变卖资产 是假的 肯定是高层给他受益的 你要命还是要钱 你自己说还钱 就这么简单 所以各位大家一定要顺势而为 记住啊 AI这毫无疑问是目前的其中一个比较热闻的事 叫人工智能 那么A代表的是人工的叫 artificial 叫做artificial 智能智慧 叫做intelligence 叫做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rtificial叫做人工的 那么intelligence叫做智能 这个叫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了解一下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人工智能确实会极大的影响我们下一步的发展 这个我多说两句 因为未来的话很多基础工作咨询工作 那么或者都会被机器取代 慢慢的一句话可以说明白 就是人不擅长的领域啊 基本都可以由机器来做 只要人的效率不够高的领域 人会犯错的领域 都让机器去做就好了 比如说自动驾驶 这是肯定的 未来肯定是无人驾驶当道 没有多少人会开车了以后 或者你坐在车上你就是休息 整个大数据算完之后 这个城市只需要20%的汽车就可以解决交通拥堵 它直接可以下楼等你 你手机上下个APP 你下楼它就自动追踪你 这条路上所有的汽车会自动测算 有多少人去上班 那每辆车会自动载搭载 它效率会非常高 所以这东西明显是人类需要去让步给机器的 当然了再到背后其实就是大数据 云计算对吧 就要有一个云端来计算 大数据智能化搜集 整个城市要智能化 比如说跟这个红绿灯的连接 红绿灯就要随着这个流量自动调整 不是像现在时间都固定的 那就不智能嘛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趋势 当然它需要时间 这也是我为什么看到德国突然发布 要把这个内燃机取消 推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 因为汽车革命是当时这些国家启动的 那么改变也一定是他们来自我革命取得进步 好我们来看看 跟这个这串词有关的敬意词reveal 叫揭开 同理uncover 再一次加深了各位对于这个on的印象 那么不要看到on就是否定 uncover也叫做把盖子打开 所以叫揭开发现 unveal 你看uncover unveal 一个道理 揭露揭开我就不追溯了 好继续 敬意词display 这个词看似简单 它叫显示 那么其次呢它还有一个意思名词 注意一下display叫展览 我们以前呢大家都知道exhibition 还有什么exposition 那个叫exhibition 还有个叫exposition 也可以读exposition 都可以啊 它来自于动词暴露 expose 那么exposition或者exposition都可以 它叫做博览会 叫做博览会 那么exhibition也叫做展览会 那么区别就在于这种博览会一般规模更大 而且是露天的博览会嘛 那exhibition展览会可以是露天的也可以是室内的啊 那么display呢一般指小型的展览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几个的区别啊 那么我们来看display更多做动词显示怎么用 叫the AAAS管它 反正肯定是一家机构的缩写啊 好像是叫美国人文科学院 还是美国人文社科院啊 反正类似于这样的 displays great enthusiasm for liberal education 这家机构表现出了对于文科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我也可以通常把它翻译成通识教育 在西方提到这个liberal education 通常指的就是一个人的这个通识 它的这个概念liberal education 好对于这种文科教育的巨大的热情 你与其背display不如直接背这个端语 display great enthusiasm for something 叫表现出对于什么什么的巨大热情 叫display great enthusiasm for liberal education enthusiasm叫做热情 大家关注一下啊 这个词叫the热情的意思啊 display something for somebody 好搞定不难 那么大家看disclose 一个道理啊close叫关闭 那disclose呢打开 于是又叫公开揭露揭开 那一样的啊disclose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词analysis 这个词的重音啊在这儿analysis 注意一下啊 名词的重音呢在英语当中通常都是在最前面 我再说一遍通常在最前面 只不过当名词拉长的时候 它的重音位置可能会往后挪一点点 那么一般动词的重音呢在中间 而这个词恰恰不是这样的 这个词的动词读音中音在最前面 反过来了啊 叫analyze 都知道 analyze 叫做分析 那么analysis 这名词叫分析的意思啊 大家了解一下 好那么analysis 分析 分 那么果然这个前缀analyze analyze 有一点点啊 两个东西分开的意思啊 我们来看看 09年阅读出现过这样一个句子 the current emphasis on standardized testing 好主语有没有一眼看出来 主语就是这个词emphasis 强调 the current emphasis 最近的一次强调 什么强调 on standardized testing 关于标准化测试的强调 做标准化测试的最近的一次强调 那么这里我稍微带一嘴carine 一直考试考的都是写用词 叫最近的 但是carine 居然也开始考它的名词了 这个词的名词叫流 什么流 电流 气流 水流 等等等 都可以啊 水流 水流 电流气流都可以 叫carine 比如说电流就可以叫做 electronic carrying 听懂了啊 气流就可以叫做 air carrying 都可以水流 water carrying 好所以大家了解一下carine 可以叫流 啊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看carine 做使用词最近的 最近的强调啊 关于标准化测试的强调 highlight 为一动词 那么你说强调了 确实highlight有强调的意思 但如果这是一道翻译题 你这么翻就可能会扣分 因为你这么说话 就非常的没有层次感 最近的一次 关于标准化测试的强调 强调了 你觉得好吗 所以如果韦哥把这当成一个 翻译题来跟你讲 我就会告诉你highlight 在这里要替换一个词 要有情商一点 比如说把这个地方翻成突出 最近关于标准化测试的一轮强调 突出了highlight 听到了吗 那么highlight这个词很有趣 大家记一下 本身它自己可以做一个名词 名词是什么 high 高 light 光 高处的光 上面的光 恰巧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高光时刻 你的高光时刻 Show me a highlight What is the highlight in your life 你生命中最大的高光时刻是什么 所以这个词做名词的意思就是 最出彩的地方 高光时刻 最出彩的地方 做动词叫强调突出 好往下走 标准化测试的强调突出了analysis and procedure 突出了分析和步骤 突出了各种分析和步骤 分析突出 也就是说突出做事要有分析 要有充分的严谨的论证和步骤 meaning that 这意味着 来你看句子在这儿结束了 后面在家都是修饰 主动语态ing 被动语态分词 就是这点名堂 你不用管 你就记住这地方mean 不能写动词了 圆形了 因为前面主位并已经有了 anphasis highlight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是冰语 对不对 所以后面再加 meaning that 就是修饰了 这意味着 few of us 我们当中很少有人 一定要反映出来 fewer在这里是否定词 我再说最后一次 a little a fewer 那叫做一点点一些 但little fewer 那叫什么 那是否定词概念 所以叫我们当中没有人 我们当中很少有人 inherently use our innovative and collaborative modes of thought 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 天生的 inherently 天生的 内在的 也就是我们会自然的就 使用我们的创新性的 和协作性的 思维模式 modes of thought 思维模式 mode 叫模式方式 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这样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天生的使用 创新能力和协作能力的思维模式 也就是说我们天天说要合作 要创新 天天说要collaborative 要innovative 但其实没有多少人天生有这个素养 所以为什么说一个时代最值钱的人才 永远是创新性人才 团队人才 你再强个人 那顶多算个旅步 对吧 你要能把人聚在一块 那你就帅才 不一样的 那么所以这句话读到这就明白了 前面说的是 现在都强调分析和步骤 那这种就需要一板一眼 按部就班 要分析 要有步骤 要有程序 procedural 但是呢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有创新能力和协作能力 因为他告诉我们 他强调的是我们做事要一步一步的 所以这两个教育方式就矛盾了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有几个词可以讲 第一个叫inherently 他叫做天生的内在的 就来自于形容词inherent 他就来自于形容词inherent 叫做inherent inherent 那么这个词叫内在的天生的in 里面 在里面 里面的意思 好 那么这里的here 大家慢慢就会想起来 它叫做黏在一起 黏着 比如说我们前面还讲过一个动词 叫做 执着于跟随于 服从于坚持 adherent 还记得吧 adherent to叫坚持于 附着于跟随 黏着 就是因为adher有跟随的意思 出现过一个词叫信徒 还记得吧 adherent 我当时还举了一个例子 叫做佛教信徒 adherent of Buddhism 记得他 那么再来比如说here 我再给你证明一下 它有黏在一起 跟随聚集的意思 你看inherent 黏在心里面的天生 在里面就有的 叫内在的天生的 adherent 叫跟随的 你看黏在别人后面 同样的 coherent co 叫together 一起 叫一起的 叫一致的 一贯的 比如说coherent policy 就可以叫做连贯的 政策 一贯的政策 coherent 所以才引出一个词 叫做凝聚力 你看你一个团队 有没有做事的能力 不就看这个吗 cohesion 你们是不是能 黏在一起 cohesion 就是我们 家喻户晓的 所谓的创业者最需要的素养 凝聚力 叫cohesion 来跟我读一遍 cohesion cohesion 叫凝聚力 coherent policy 叫一致的政策 一贯的政策 好 这是关于here 这个词根 大家慢慢就体会到了 它的意思呢 就跟黏在一块 合在一块有关系 大家如果去伪定词典 输入her 或者here 你就会惊讶地发现 有很多词都有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 天天跟在你后面 黏在后面 为什么呢 因为有血缘关系 我助委特别忙 经常没空在家里陪孩子 但是我发现我和他家 我女儿还是特别黏我 为什么 我们有血缘关系 你看继承人叫her 多了一个原因字母而已 不要紧 her叫继承人 还是取决于这个词根的感觉 黏在一起 附随在一起 跟随在一起 跟在你屁股后面 你看 因为你是血缘关系在这 他不跟着我 我就麻烦了 叫her 注意h不发音 h不发音 这个词读her 对不对 你看继承 动词 叫inherit 叫inherit 你看her inherit 继承 再次证明有血缘关系 黏在一块儿 inherit 叫继承 遗传 就这个意思 好 关于这个词根我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第二个词需要我讲的 innovative 这里面再次提到的这个词根 nov nov等于new 新的意思 讲过多少遍 只要有nov就有新 比如说 新颖的 形容词怎么说 novel 都知道做名词叫小说 但它做形容词叫新颖的 所以才有这个名词新颖性叫novelty 叫novelty novelty 实际上我们最流行的创业 不就这么来的吗 创业这两个词创就是创新 所以就是它innovative 夜 夜怎么写 如果说这个字是创 那夜呢 夜你不能写成耶 夜是事业 我请问你事业跟一般的工作有什么区别 那工作顶多叫混口饭吃 如果事业 你把它当成一个事业 那是什么 那是一种责任 那是一种承担 那是你要帮所有人一起实现你们共同的创业梦想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扛压力 扛可以叫take 而在底下扛 那叫undertake 所以undertake叫做艰难的扛 于是创业翻译成innovative undertaking 我把undertake动词化掉了 创业合在一起就是innovative undertaking 它叫在底下扛 把这种艰难的感觉翻出来 这才叫事业 所以innovative undertaking 是我在China Daily上读到的 中国官方对于创业的一个翻译 当然了 这种写出来 其实并没有写这个短语得高分 更容易 这个短语叫什么 所谓创业 就是建立自己的事业 叫做build up or set up one's own business 这就是我强调的考试能力 用初中高中词汇写出作文 依然得高分 关键是要连贯 你看这种一看就很舒服 set up or build up one's own business 建立自己的事业 创造自己的事业 所以大家理解一下 这种反而比刚刚的innovative undertaking 更容易得高分 考官一看就知道高手 有词组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 练练有词有两本组成 一本是练练有词 一本是磁组贝多芬 大家一定要两个合在一块 交替来学是效果最好的 就是两个都第一代言 练练有词学完 立马学第一代言的磁组贝多芬 交替来学 非常的好 你不要 你知道我一个我一口气学完练练有词 再学磁组贝多芬 也可以 但是交替效果更好 你会看到有很多呼应 很多呼应加成记忆嘛 对不对 多听几本就好了 你自己背一百遍 你单字量这么多年都这么小 就证明你自己光读没有用的 你要看语言环境 其实练练有词课程的核心就是 不断的洗脑 把这些词不断的向你贯出 你就会熟悉了 何况你会发现有些词 我会故意让一些例句反复出现 因为我知道那是难点 那是重点 所以我会反复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关于这个部分不说了 同理collaborative 叫协作性的 它来自于co一起 labor 劳动力 动词叫collaborate innovative 动词叫innovate 都是一样 这个叫做在一起劳动 所以叫协作 modes of thought 思维模型 可以了 好 关于这个句子不难 那么讲到这个anum 叫分 分离 我们看补充词汇 果然就出现一个 分析叫analysis 那么这个词呢 叫anatomy 也是把东西分开 它叫解剖 剖析 剖析呢 就和analysis差不多了 只不过anatomy 更多叫解剖学 把东西分开 anatomy 那么每次听到anatomy 我都会想起一部 对我个人而说 影响力很大的一部美剧 虽然我不是学医的 但这部实习医生格雷 Grace Anatomy 是一部非常classical classic american tv series 电视连续剧 tv series 叫美剧 电视剧 叫grace anatomy 这里的gray 是谁 是里面的实习医生的名字 他的名字就叫做gray 叫grace anatomy 非常的好看 在西方的美剧当中的医学 是一个很大的类型 像不 我随便想想不死法医 就是拍这个不死法医 都是里面出现过的一些经典的 拍这个医生的 我们当然tvb也有妙手人心 对不对 但是美剧的特点呢 更多它挖掘人性 挖的胆子更大一点 这部片子第一集我印象就很深 然后他们全力抢救一个人 那个人死了 死了之后他的家人在外面哭 他就告诉他真相 两个人抱在一起哭 就是其实医患之间的矛盾啊 有时候产生于我们互相的不信任 但其实大家要知道 医生一定是会尽力的 即使医院在中国 由于体制内背了一些黑锅 你看伟格这句话 一说就有懂行的啊 即使医生会背一些黑锅 不得不完成一些业绩 因为有时候医院最尴尬 就是明明它是一个偏公益性质的机构 但却是我们政府要求他公益 但同时又要求他盈利 上面也会开会告诉他 你要做多少利润 他就会很没办法做人 所以即使他有时候 为了完成一些任务 你要认最关键的是 没有一个医生想把病人治死 你记住我这句话 你记住我这句话 你有能力去大医院 你没有能力你在小县城 你小病去小地方看 大病去大地方看 不就这个道理吗 你认命你自己什么层次 你什么能力就去什么地方 西方还没有全民医保呢 美国还没有全民医保呢 美国真的有钱人 妈的都是找顶级医生看私人诊所 公立医院也就那样 所以大家不要去埋怨医生 这是我真心想说的一段话 我总觉得医生太不容易了 我这没妈的没有几个 比学医的同学更苦的 龟培专培考研资格证 什么都要搞 一轮搞下来五到七年过去 所以当然学医的同学 考研压力也很大 没有时间看书 各种实习啊 培训任务非常重 当然也有很多专业也是这样 但我认为这不能成为你们觉得自己考不上研究生的理由 因为大家都跟你一样 大家都跟你一样 所以学医的同学基本都在听我的网课 因为我知道你们没时间去坐在教室里上课 所以我希望大家坚守自己的信仰 特别是对于学医的同学 你们面对的压力比谁都大 特别是我们体制现在很多问题没有理顺的时候 那么我不说你们心甘情愿背黑锅 我但说你们做到温馨无愧 尽力而为 我知道控制脾气是很难的 何况中国的医生和印度的医生是全球工作量最多的 我在美国经历过 我带我女儿去Boston玩 手不小心脱臼了 在美国医院活生生做了四个小时 最后收了我1800美金 你们知道吗 因为我没有买美国当地的这个医疗保险 但回到中国 我到上海新华医院 那个年轻医生 转移我女儿注意点 把手拿过来 看了叔叔一口躺一下就好了 就我们的临床经验非常多 这种基础的东西好快就搞定了 你在美国吗 他这种 我经验经过有人躺在地上骨折 躺两个小时 你看看我好痛 没空躺的没死吧 没事过好了 就真的是这样 不是假的 你说他医学能力不好吗 还是说个人装逼呢 我不好去评价 所以我们的工作量太大 导致我们基础的临床经验比他们强多了 只不过我们整体科研能力 确实比他们弱一些 这要承认 所以我被财了努力嘛 这部片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大家去好好看看 这部片子还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它每一部剧的开头跟结尾都会有一段 monologue 独白和总结相当的好 语言质量深度都有 在美剧当中有两部片子是这样 还有一部叫绝望主妇 叫Desperated Housewives 你可以去看绝望主妇 那个说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焦虑 那个语言质量高的 一定要去看 grace 我随便给你们看一段感受一下吧 哇 我一个好紧张这么长 这是某一集结尾的时候说的一段话 他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保持 他说I wish there were a rule book for intimacy intimacy叫暧昧亲密 来自于形容词intimate 来自于形容词intimate intimate叫亲密的暧昧的 亲密的 比如说闺蜜 我们就可以叫做intimate friend 就等于close friend 叫密友 那么intimacy就可以直接翻译成叫做 暧昧亲密 叫I wish there were a rule for intimacy 我真的希望能够有一本关于亲密的指南 rude book rude book some kind of a guide 是一种这样的指导 that could tell you when you've crossed the line 他可以告诉你 你越线了 有时候人跟人 有些人只能做朋友 你还真不能越那个界 我真希望有这样一本本子可以告诉我 it would be nice if you could see it coming 如果你能看到他 这真好 and I don't know how you feel fit it on the map 我真的不知道你如何 fit it on the map 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把它装上地图的 前代词 高德地图打开 可以自己导航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就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把它装上地图的 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址 也就是我不知道你搞不搞的地 前代词就是这个意思 you take it where you can get it 你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抓住它 and keep it as long as you can 你想要保持这份关系的时候 你也可以保持的 像你想要保持的那么久 这里的it 也就是前面指代的这份关系 fit it 这里的所有的it就是这个词 intimacy intimacy 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处理这种亲密关系 you take it where you can get it 当你想跟别人亲密的时候 你可以亲密 and keep it as long as you can 你想跟那个人保持关系的时候 我祝福你保持的越久越好 and as for rules 但是作为一份规则 并且作为一份规则 maybe there are none 可能没有 并没有这样的规则 找不到 maybe the rules of intimacy are something you have to define yourself 很有可能的是 这种亲密的法则 只有你自己才能下定义 说得很美好 意思就是要有这样一个东西就好了 他可以告诉你你越线了 他可以告诉你 这份感情来了 也就是你看这句 it would be nice if you could see it coming 如果你能看到这份亲密 正在走来也很好 前代词就是 你眼前这个人是你的真命天子 这个本子会告诉你 来抓住机会 你不知道如何去处理它的时候 如何去搞定的时候 fit it on a map 你不知道怎么定位这份暧昧的时候 这份亲密的时候 也就是你搞不定这份关系的时候 you take it where you can get it you take it where you can get it 你什么意思啊 你想要的时候就可以要 keep it as long as you can 想保持就保持 and as for rules 但是这样一份规则呢 maybe there are not 突然说了 其实没有 maybe the rules of intimacy are something you have to define yourself 这就是英文的感觉 你去细细读里面每个字 每个句都是简单词 但是你放在一块你就读不懂有时候 但是借助句你就能猜出来 到最后最好的英文水平就是 你不再在看英文的时候你想中文了 各位记住韦哥这句话 当你哪一天在看英文的时候 脑子里不再想一句一句 一个词一个词的对应中文翻译的时候 你还能读懂的时候 你的英语就提高了 各位你好好去体会韦哥说的话 你们基本目前都做不到 你忍不住边读英文边想中文 所以你的语言阅读速度就慢 所以大家一定要练 练到你读英文的时候 脑子里不想中文 而且你平常读就要努力去对抗想中文 这需要过程 别着急 不是认识几个词能搞定的 所以来跟我一起读一遍 沉住气啊 有我在 一二三走 一二三走 全是这么牛逼的句子总结 每一集基本都有 你觉得呢 强力五星推荐 Praise Anatomy 不是说学医的要看 大家都可以看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进一词 最后关于这个所谓的分析 来了 probe 一看probe 就知道把头往前伸 所以probe什么意思 刺探 调查 把头往前伸 刺探 调查 probe 比如probe something or somebody 就叫做调查模式 当然了probe 还可以做名词 叫 take a probe into take a probe into 一个道理 进去了 所以叫进行调查 也可以当动词用 probe into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也就是刺探进去 探密 等等都可以用 了解一下 那么当 一讲到这个probe into 我就忍不住想到一些很有趣的词 burrow into burrow 本来是什么 本来指的是动物蛙的那个小型的洞穴 比如说一个地鼠 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兔子 挖了一个小洞 那就叫做burrow 大的洞叫hole 那这种小洞穴叫burrow 那burrow into呢 有点像中国人说的 挖个洞下去 我掘第三尺也要把它挖出来 所以burrow into 跟probe into 就差不多了 就叫做 探密 打破砂锅问到底 找寻原因 刺探 都可以叫burrow into 调查的意思 所以大家看 这里本质上就是考into的情感 钻进去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这就不难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个单元的内容 我相信 课程 大家也感觉渐入佳境了 我也能感觉到 你们肯定到第五单元 跟第一单元刚打开 学完全不一样 新版链链有词 我继续会努力 大家也要努力 好 我们下个单元见